屏東水姑娘濃濃 帶你吃四家必吃的屏東美食 隱藏早餐店屏東大學學生最愛 蛋餅都是雙蛋 蛋餅料超滿 蛋餅起薑加油 口感是吃起來偏微粉薑蛋餅 你看看厚片圖獅子喔 山蜀超大份 吐司吃起來超暖 花生醬非常的濃郁 竟然有花生顆粒耶 接著來玩吃完會變成的蔥花蛤蜊鍋燒 每日限量5萬記得打電話預訂喔 完成人生的里程碑征服蛤蜊 旁邊還有附上高湯 而喝起來沒有鮮味 就是平凡的高湯 濃濃的目測這個意麵呢 大概有兩份的份量 兩個女生吃剛剛好 超飽 總會豬排吃起來很健康 跟約會對象來 欸請我不要點因為嘴巴會打很開 欸 上午必排隊的燒馬蛋 放大盤的QQ蛋 哇吉的口感還有紅豆味 又沒有像小精靈 濃濃的快樂就是這麼的簡單 小時候吃到大的 蚵仔餅 哪泥 沒有餅乾的口感 芋頭味十足 被蔥肉餅耽誤的豆干店 內行人才懂點的老闆特製滷豆干 很入味 拜託來碗白飯吧 蔥肉餅特別加入酸菜泡菜 肉是肉塊不是肉末 屏東的美食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對了真罵完唯一真理啦 看什麼還不給我關注起來